福田里,天气一炎热,出汗多,很多人喝水都是大口即饮,这样喝水真的对吗?实际上,夏天,人体新陈代谢旺盛,出汗多,需要水分更多,补充其也应多喝水。 但不要等渴了,再喝,应该是不时都喝一口,养成小口,慢饮,勤喝的习惯,福田喝水量多少为宜,一般来说,正常成年人一天喝水量建议1500毫升左右,而夏季,应多喝一些,至少2000毫升水。 但对尿酸高者,每天喝水量应在3000毫升,减少尿酸沉淀,促进排泄,福田里,清晨一杯水更为重要,若要健康,享受,学会喝第一杯水,清晨第一杯水,记住三一。 一,空腹应喝温水,清晨醒来,身体继续水分,处于空腹状态时,您喝一杯温水。 这杯水您在进餐之前喝,有助于及时补充人体水分需求,调整身体体液内外平衡。 二,喝水量不宜过少,因身体一宿代谢会失去很多水分,大约640毫升。 所以,清晨喝水不宜过少,即使补充水分,最后一杯水在200-300毫升。 根据习惯,几个人因素可多喝一些,最好能达到500毫升。 三,喝水速度一适中,清晨刷完牙,空腹喝水速度不宜太快,应适中,大口喝,这样更利于水冲刷肠道,有助于调整血压。 二,如果喝水太快,很容易导致头痛,恶心,呕吐的不良症状。 清晨第一杯水,记住四方。 一,防血液粘稠,经已久身体的新陈代谢,体内缺少一部分水分,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。 喝一杯水,能很快被身体吸收,起到吸湿血液,防止血液粘稠,降低动脉硬化,血栓形成的风险。 二,防便秘,清晨空腹喝一杯水,能起到冲刷肠道作用,刺激肠胃蠕动,软化粘便,防止便秘。 三,防脸部暗沉,清晨空腹一杯水可促进体内体内毒素排出,利于血液循环,养肌肤保持水嫩,清透亮白。 四,防肠胃病,清晨空腹一杯水,喝冲淡,吸食胃酸,结合防止胆质逆流入胃。 减腥胃的刺激,达到预防胃,是二指肠肺炎及慢性胃炎的作用。 清晨喝水好处多,那么,喝什么水最好呢? 其实,清晨喝水最好喝一杯温水,与身体体温相似,有去含氧胃,保护牙炎,缓解肠胃静磷的作用。 而带盐水,蜂蜜水,柠檬水等,不是喝清晨第一杯水。 一带盐水,晨起时,人体经整液代谢,流失了很多水分,血液浓缩状态,人体血液升高。 这时,喝淡盐水会导致血液更高。 对正常人来讲,短期内没太大影响,但对高血液患者,可能会诱发脑血管疾病。 而蜂蜜水,很多人认为,清晨喝蜂蜜水有助于通肠润变。 但,蜂蜜水中含大量果糖和葡萄糖,空腐和一杯蜂蜜水,会导致血糖升高,冲击食物,影响早餐摄入。 如果,清晨在空腹状态下,喝一杯蜂蜜水,会增加胃酸泽蜜,是为不不适。 关于清晨喝水,你会了吗? 同样,白天喝水也很重要,尤其在福天里,能及时补充其业。 为了能喝更多的水,最好放些花草茶,不仅能提高口感,还有养生效果。 一、蒲公英红茶、裂料、消炎、去火。 蒲公英红茶,以蒲公英液为原料,经发酵处理后得到的,降低了寒性,适合更多人饮用。 蒲公英含有蒲公英醇、蒲公英素等成分,具有裂料消炎的作用,可促进体内水分代谢,和加快有毒物质排泄。 蒲公英含有广府抗生作用,被称为天然抗生素,在一定程度上,可带气临床上一些抗生素药物。 蒲公英也含有较多成分的绿原酸,有很好消炎作用,对尿道炎、膀胱炎、肾鱼肾炎等有一定效果,又被称为尿床草,凄立尿效果很好。 2. 撑皮茶,消暑,建位,将干橘子皮时刻洗净,撕成小块,放入茶杯中,用开水冲入,盖上杯盖了10分钟左右,然后去渣,放入少量白糖,烧凉后,放入冰箱中冰一下更好。 撑皮茶,既能消暑,又能止咳,化坛,建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